第五集 大家好我是熊媽 今天我們來到第五集 我們要完成我們的前片和後片囉 這邊是不是有留了23針 銀反藍收針 那我先把這個收完 我們從這邊先拉線 一針 然後兩針 然後把這一針這樣子套上去 我們把這個23針 先慢慢的收掉 那23針我這邊有做一個記號 就是收到這邊 我們這邊的收針呢 收到我這個記號的地方 我就停下來 右邊的領口我們是在反面的上針 我們做減針 左邊的我們是在正面的下針 做減針 那這邊的話有四針是不做任何的加減的 對應這邊兩段四針的減針 兩段兩針的減針 那我們一開始呢 我們要收四針 一針四針 然後我們就織過去 我這邊呢 兩段剪兩針的我也收好了 四段的話我們要加一針 四段加一針要 就是兩次 等於有八段 八段我們對應過來的話呢 兩段剪兩針 兩針的一次 然後兩段剪一針的要三次 剛好是八段 對應這個八段 對應這邊的八段 我們已經把它做好了 做好之後呢 我們這邊要注意這邊的領口之外 我們這個銀反要做七次 那這邊的銀反呢 我們是在背面的上針做 那我們先來 先收一針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上針的銀反怎麼做 那首先我們先把這邊 一針不織 然後一針織 然後織過去 留了三針 然後我們轉過來 轉過來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上針呢 一針滑過來 然後一樣是把這一針 拉上去之後 繞上來 因為我們這個是上針嘛 然後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這一針上面 就會掛兩條線 其他的上針都是一個 好我們這個上針 繪了之後呢 那接下來的話 這邊的銀反都是翻過來 來滑過一針 再來第四針的時候做銀反 那 對應這一邊呢 我們就是 兩段剪一針的兩次 四段剪一針的一次 再兩段剪一針的一次 然後六段平 然後最後這邊會留二十二針 全部織好 我們來做下針的削段 右側的肩膀呢 我們是從上針做削段 那現在我們在下針 那一樣是從這邊織過來 織過來之後呢 我們看到這個很明顯 的這一針是上面會有兩個線 是黏在一起的 那我們一樣是下針之後 我們就一起織下針 這樣子 然後再接下去下針 那又碰到這兩個呢 一樣是感覺是線是黏在一起的 我們把兩個這樣子並在一起織 這樣子織完的時候呢 我們在這個正面的地方 看不到就是 原來這個是有這樣子的落差 那我們把這邊織完 我們這邊削段呢 整個都削到這邊了 那我們翻過來 那這個收尾的時候呢 我們一樣是 上針我們就織上 織好兩針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一針 套上去 套好之後呢 我們再把它弄上來 然後又一次上針 然後把線放下去 再把這一針拿上來 又再次上針 然後重複這個動作 全部都收完 這個前片的部分 我們就完成了 後片的編織 一直到領口線 都是相同的織法 不用編織前領口 在織口 要注意左右的織口加針 一直編織到肩線的位置 注意左右肩的影反 直到後領口線 我們先暫停下來 停下來之後呢 我們把它分開來 用四本 這種的尖 兩頭是尖的 加上這個擋頭 那我們要怎麼去分這個呢 我們這一邊的話呢 這邊尖線這邊 我們要留28針 然後再加上我們這邊有持平的22針 然後有8針呢 我們是要做後領口的縮針 28、22再加8針 然後接下來這個中間呢 我們要在後領口的中心 我們要留37針 待會我們從這邊接線的時候呢 我們會收針收掉 然後這邊呢 接線又跟這邊一樣 後領口的8針 呃...肩線我們持平22針 然後剩下28針是我們的肩線 那接下來呢 那接下來呢 我會從這個 呃...銀反 我們知道的這一針之後呢 收我們的後領口 呃...合併 做我們的肩線銀反 我們的呃...銀反呢 會做到這邊對不對 滑過來 滑的時候呢 我們要小心一點 這邊有兩針合併的 不要漏針 這樣子的話你會很難救回來 好...我們穿到呢 我們的這個... 線是不是 我們的線停留在這邊 那我們這邊的領口呢 我們這邊一樣是做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要翻過回來 我們再來收領口 依照前篇的織法 完成到削斷 好...從這邊的話 我們一直這樣子削斷 削到這邊 然後翻過來 翻過來 翻過來 如果我們跟呃...前面一樣 我們這邊是不是就要直接 做收針 但是因為我們的後背 它是比較有肉 人的力...呃...身體是像這樣子 會有點立體的 所以我要多織兩成 就是從這邊 織過去 再織回來 再織回來 多織兩成 就是一個下 一個上 然後再繞回來到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再做跟...呃... 我們的前片一樣的 銀反收針 把它這樣子收掉 那我們這邊的... 呃...肩線跟領口 我們就做完了 那用相同的編織方法 完成另外一邊 那我們就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把這個 用別線的...呃...這個下擺 雙重的鎖針來收針 把這兩片的下擺 我們把它收完 會有好嗎? 你自己做到 在這個上... 你把它做到